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年 一群青年人在北京 上海等地的街头 在国家饱受屈辱之时愤然起身 立志救民族与苦难之中 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合会 会议上 列强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正当要求 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 面对如此不平等的待遇 中国的青年再也不能忍受了 自古英雄初少年 即便是在十分动荡的年代 依然孕育了一大批青年榜样 作为21世纪的新青年 我想和大家一起 重温五四运动中那些 一席风发的青年榜样故事 青年之字典 无困难之字 青年之口头 无障碍之语 为之越境 为之雄飞 为之本其自由之精神 其辟之思想 瑞敏之直觉 活泼之生命 以创造环境 征服历史 刚刚朗德这段话 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李达钊先生 在《沉中之使命》里写的一段话 放在今天 你也许会把它归为心灵鸡汤 又或称为励志名言 但在大钊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 却是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那么 李达钊先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有人说他抠门 为什么呢 五四运动期间 李达钊先生 在北京大学 任图书馆馆长 他在东城上班 房子却租在了西城 原因竟是因为 当时西城房租便宜一些 住的地方也非常简陋 还有 他对吃的就更没有特别要求了 烙饼卷大葱 是最常出现在他餐桌上的食品 听说就是客人来了 最多也只是加上一个鸡蛋 或一小碟菜 说起他抠门的故事就太多了 有人去他家里拜访 看见他的女儿 穿着粗布棉袄 袖口上都还是油 一点不修蝙蝠 活脱脱一个乡下孩子 怎么看都不像是北大教授的女儿 你说他要是对自己抠门也就算了 怎么还苦着女儿呢 难道真的没钱 李达钊先生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 月薪是120块银元 后来增加到200多块 200块银元能买些什么呢 在1919年的时候 一块银元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 8斤猪肉 10尺棉布 要说李达钊先生的200多块银元月薪待遇 生活起来应该很富裕啊 那他钱去哪了呢 其实他把三分之二的钱 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 可还剩下三分之一呢 按说生活也够了 但李达钊先生还心系学子 经常会补贴救急一些穷困的学生 这样一来 剩给家庭的就没什么了 在我看来 李达钊先生既不是抠门也不是没钱 而是他一生秉持清廉节俭 精业奋进 他的榜样精神也一直延续到后代身上 李达钊先生的后代子孙 无一例外 生活作风都非常简朴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李达钊先生是铁尖单道义 妙手著文章的斗士 于工作中言于律集 在平时生活里清廉简约 我想无论处于什么时代 他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先生 盛世如您所愿 今日的中国 社会安定有序 百姓安居乐业 正以蓬勃发展之资 昂扬向上之态 向着富强昌盛的大国稳步迈进 百年来 您的事迹及精神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奋勇前行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 我们将继续奋斗 时刻提醒自己 祖国虚强大 武辈当自强 一场五四运斗 让很多青年英杰 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 而接下来谈到这位先辈 便是与李大钊先生 有着南辰北里之称的 陈独秀先生 我们先来听一段电影原因 同学们 一直以来 我们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 认为一旦战事结束 他们就会仗义出手 出公道 可是现在呢 我们被那些 在凡尔赛宫高谈扩论的 政客们出卖 被那些 在欧洲瓜分战利品的 列强们出卖 而我们的政府 却要在这个丧权辱国的 合约上落笔签字 同学们 历史的重要时刻 就要到 我们刚听到的声音 是电影《建党伟业》中 由五四运动总司令 之称的陈独秀先生 和青年学生们的一段对话 相信陈独秀这个名字 大家并不陌生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 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 是马克思主义的 积极传播者 是中国共产党的 重要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先生的一生 就像过山车一样 从顶峰到谷底 其中充满了怪异与矛盾 他是婉清秀才 却厌恶八股文 鄙视科举制度 他数度留学日本 学过法律 政治 文学 他在日本留学 尊崇的却是法国文化 后又以俄为师 新青年杂志 是陈独秀先生创办的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 中华民族的崛起 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 而是要唤醒更多的人 而青年人 就是未来的希望 禁告青年 是陈独秀先生 在新青年发表的 第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 他满怀激情的欧哥 青年如初春 如朝日 如百会之蒙动 如历任之心发于行 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 他在青年人身上 给予的厚望 时过百年 我们再来看看 在陈独秀先生眼中 新青年应该具有的 几项标准 进步的 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 而非隐退的 世界的 而非锁国的 实力的 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 在这几项标准里 我看到的 是陈独秀先生 一颗为国家 为国民 而跳动的赤子之心 是他呕心力血地 致力于青年人的 思想启蒙教育 是他义无反顾地 投身于文学革命 是他站在 青年人的角度 给当时的 中国广大青年 包括自己 以最猛烈 最迫切的忠告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 新青年 时代虽然不同了 但回头看 陈独秀先生 和他所处的 那个时代 依然被他吸引 陈独秀先生 以及他影响 那一代青年人 和新时代的我们 都有着一样的 追求和信仰 那就是 爱国永恒 奋斗不止 少年强 则国强 在谈完南城北里之后 还有一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先驱人物 中国现代文学的 奠基人 也是非常值得 我们致敬 缅怀 学习的榜样 那就是鲁迅先生 说起周述人 可能有人不熟悉 但一说起鲁迅 大家就不陌生了 不论是呐喊 野草 还是从百草原 到三位书屋 又或是故乡 孔一己 我想 在我们九年 义无教育的 语文课本上 总是少不了 鲁迅先生的作品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鲁迅先生文字的力量 他安稳 就没有自由 要自由 就要立些危险 只有这两条路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 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现在的青年 最要紧的是行 不是银 世上本没有路 走得人多了 便成了路 面具戴太久 就会长到脸上 再想接下来 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倘若一定要问我 青年应当像怎样的目标 那么 我只可以说出 我为别人设计的话 就是 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 三要发展 有感来阻碍这三逝者 无论是谁 我们都反抗他 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 以免误解 就是 我知所谓生存 并不是苟活 所谓温饱 并不是奢侈 所谓发展 也不是放纵 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 在任何时期 都是值得一读的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用 先生的名言警句 来告诫自己 或勉励自己 我想 这就是鲁迅先生 文字的力量 先生之所以能够在 毕生所爱的文学事业上 有所成就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珍惜时间 他曾经说过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只要愿意挤 总还是有的 这不禁让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时间了吗 别人在学习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别人在工作的时候 你又在干什么 事实上 绝大多数成就的取得 都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努力 和切而不舍的钻研 如很多人所说 天道酬勤 正道成功 各位听众 青年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青年榜样故事 如今青年榜样的火炬 已传到我们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青年一代 有理想 有本领 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 青年人热情奔放 尽头正足 自当奉献青春力量 施展聪明才智 不管身在何处 都要发光发热 接过时代传递给我们的青春接力棒 努力奋斗向上 积极追梦前行 我是王源 我接棒 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